晚安宝贝 凯特阿姨说故事 小朋友 欢迎来到凯特阿姨的说故事时间 我们今天要说日本的民间故事 抓野鸭的阿九 故事即将开始咯 从前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靠抓野鸭过活 名叫阿九的人 阿九总是在想要怎么样 才能一次抓到很多的野鸭 这一天阿九刚从葫芦池边回来 兴奋的想 野鸭今年也飞来葫芦池了呢 他立刻带着二十把枪出门 想要用二十把枪一次齐发 这样就能一次抓到二十只野鸭了 阿九瞄准野鸭 的一声让二十把枪同时开火 其中十把枪的子弹打中了十只野鸭 其他的子弹则打中正在葫芦池旁午睡的野猪 被吓醒的野猪疯狂地乱跑 结果一头撞上栗子树 被掉下来的栗子毛刺到就一命呜呼了 阿九得意地说 好极啦 没想到连野猪都到手了 他绑好野猪后打算开始捡十倍击落的野鸭 不过野鸭全都浮在池子的正中央 根本捡不到 阿九只好跳进池里 那边捡一只 这边捡一只 阿九在池里游来游去 终于收集完十只野鸭 当阿九带着十只野鸭想要上岸时 池底泥泞不堪 根本爬不上去 阿九掉进了池塘好几次 后来他好不容易抓到一条藤蔓 才爬上岸 而他抓到的藤蔓碰巧是山药的藤蔓 他扛着野猪十只野鸭山药和栗子准备回家 没想到衣服里面突然跳出一百只泥丘 哇 抓野鸭竟然还得到这么多东西 真的是满载而归呢 哈哈 贪心的阿九这次想要一次抓一百只野鸭 阿九心想 如果一次抓一百只的话 假设一天吃一只 之后的九十九天 就可以吃饱睡 睡饱吃 就不用再抓野鸭了 嗯 但有没有什么抓野鸭的好方法呢 阿九一直想 一直想 过没多久 他想到一次抓一百只野鸭的好方法了 池塘结冰的话 野鸭会在冰上睡觉 我就可以趁机偷袭他们了 到了冬天 池塘结冰了 阿九一大早就带着一百条绳子前往池塘 他盯着一大群野鸭 开心的想 哇 好多野鸭哦 全部抓起来的话 从明天开始 我就可以吃饱睡 睡吧吃了 为了不让正在睡觉的野鸭发现 他捏手捏脚的靠近野鸭 他用绳子绑住野鸭的脚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阿九小心翼翼的绑着 生怕吵醒了野鸭 九十六只 九十七只 九十八只 再两只 就一百只了 九十九只 一百只 阿九用绳子 绑住第一百只野鸭的脚之后 忍不住 跳起来大喊 太棒了 太棒了 终于抓到一百只野鸭了 就在这个时候 野鸭被阿九的叫声吵醒 一大群野鸭吓得朝天上飞去 休想逃走啊 休想逃走 阿九紧张的大吼 他紧紧抓住绑着野鸭脚的绳子 不肯放手 可是 他敌不过一百只野鸭飞翔的力道 很快的被拉到了天上去 飘啊飘 飘啊飘的 阿九被野鸭拉着 在空中飞翔 飞了一阵子之后 绑野鸭的绳子 撑不住阿九的重量 开始一条条的断裂 终于 最后一条绳子也断了 啊 救命啊 阿九一边大叫 一边倒载从似的往下掉 快接近地面时 他吓得闭上眼睛 阿九猛然举起双手 像小鸟一样奋力的挥手 挥动双手 想要学小鸟飞翔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阿九竟然变成了一只野鸭 他在空中飞翔 阿九飞回到家 哀伤地看着自己说 虽然解毁了一命 但是变成这副模样 从今以后 我该怎么办呢 就在阿九难过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 随一声 阿九被村里的猎人发现 并且用枪打中了他 哎呀 好痛哦 好痛哦 阿九痛得大叫 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被枪打中是多么的痛啊 阿九觉得很对不起 那些以前被自己 用枪打伤的野鸭们 他忍不住 流下后悔的眼泪说 这是我开枪打野鸭 还想一次抓一百只的报应啊 没想到 身体被眼泪沾湿的阿九 竟然恢复成人类的模样了 从此以后 阿九再也不抓野鸭了 他和野鸭们 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了 小朋友 我们今天抓野鸭的阿九的故事 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阿九自己被枪打中之后 他才明白野鸭的痛 他想到自己对野鸭做的事情之后 懊悔的流下泪来 这则故事是在告诉我们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做事之前 要先想一想其他人的立场或感受哦 如果你最喜欢的蛋糕被弟弟或妹妹给吃掉了 你会不会难过呢 所以我们也不能对弟弟或妹妹做相同的事情哦 那如果你想要让弟弟或妹妹知道什么叫做将心比心 你也是可以偷吃啦 好吧 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英文说一说时间咯 将心比心的英文该怎么说呢 try being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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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着当我看看的意思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feel for others feel for others feel for others 感受他人的感觉 那我们来听听看台语的部分该怎么说呢 替别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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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事情不要这么聪奋 先替别人想一下 你做事情不要这么冲动 先替别人想一想吧 小朋友学会了吗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你也可以喜欢听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留言给凯特阿姨知道哦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要来说晚安咯 拜拜